你好 我是张婶 正月 我以为你就是张婶 你属什么的呀 我属狗的 应该是属于我的吗 你是狗啊 你有病吧 我去说了啊 你有房吗 有 但是还没买呢 为什么没买啊 我打算43年之后再买回去 你听我给你讲啊 我大舅在当地施作房地产 在2064年那时候的房间 比现在能便宜两百块钱 你大舅是卖墓地的吧 我忍你半天了 特嘴巴巴一句没带证实的 你是来相信的吗 你这猴子请来都比吧你 哎 美女 喂 妈 不是 你张婶介绍那女朋友她也不靠谱啊 哦 还有一个是吗 行行行 等我等我啊 你好 你就是张婶介绍的老王吧 老王吧 是我爸 我是小王吧 小王吧 那个 你可真幽默啊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我是收费品的 收费品也挺好的啊 对对对 咱挣大官能挣钱不丢脸 现在啊像你这么明示里的女孩不多了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你不会嫌弃我结婚吧 啊 不会 不会 二手货在我这更受欢迎 不是 不是 那个 二手货在我这更有价 对 那个 更有价值 对 更有价值 对 更有价值 嗯 你就说 好比你去那双鞋吧 破鞋 它更舒服 你有病吧你 不是 没 你 不是 你这 月花飘飘